杜鲁道受到了压力 他不得不成立外国干预委员会 他讲的外国就是中国啦 他说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提供的资讯去告诉他的对手 保守党党魁 你们的议员面临高风险状态 因为涉入与外国势力的不当接触 博力士他就说 你根本就在说谎 怎么可能我的议员是你的议员吧 两个人就杠起来 其实保守党对中国是更加的不友善 所以他们认为说 可能是不是因为中国以前有介入 所以造成你杜鲁道以少数来当选 我们一定要举行新的大选 杜鲁道你的政治生命 还不一定能够继续下去 所以现在他们里面 等于是狗咬狗一嘴猫 说到这个跟加拿大有矛盾的 其实不只是印度啦 包含中国大陆这边也是 因为其实指控中国动用这个国家机器 干预加拿大大选的这些传闻 已经盛销城上传了好几年了嘛 那其实我曾经在加拿大生活过两年 我也知道当地是一个 非常暴龙度很高的移民大国 那也有非常多的华人新住民 但是境外势力干预选举 真的是这样吗 干哥你觉得 所以靳球你都在加拿大待过两年 你有真的觉得说你的周遭 在当地的亲戚朋友 有被就是从中方而来的影响 就干预你去投下投票的取向吗 对不对 其实说句实在话 这是没有确切证据的一种指控行为 但是你知道杜鲁道 他属于自由党嘛 他是自由党的党魁 那他今天已经被什么 他受到了压力 他不得不成立外国干预委员会 哇这个听起来很严重啊 还开听证会耶 外国干预委员会 他讲的外国就是中国啦 然后他说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 提供的资讯 他就告诉他的对手 叫保守党党魁 叫伯利智 他说我跟你讲 你们的议员面临高风险状态 因为涉入与外国势力的不当接触 那伯利智你知道他的反应 完全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 伯利智他就说 你根本就在说谎话 怎么可能我的议员是你的议员吧 两个人就杠起来 那这个很有趣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那个杜鲁道 他讲完了以后 他忽然安全局就把他拉住说 你不要讲太多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 你说外国势力介入是介入什么 当然啦CSIS 他们现在有提到两件事情 就是2022年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联邦大选的时候 他说中方有可能有秘密资助 11个候选人 其中9个是自由党的 两个是保守党的 那因为自由党是杜鲁道的党 所以你比较严重 我比较不严重 所以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那你今天安全局 你是不是要提供很详细的数字 那你要先办自己的议员啊 对不对 后来杜鲁道觉得说不能再讲下去了 再讲下去完了 那我的整个国会通通都要被搜查了 他说没有改口了 现在我们没有得到很确实的情报 但是呢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继续的调查下去 那国家安全局CSIS 也没有再继续再继续讲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知道他讲了这些话以后 对他来讲的 对他的政治生命 是没有好处的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 其实保守党 就是伯利智当党魁这个党 对中国是更加的不友善的 对 你知道 所以他们认为说 可能是不是因为中国以前有介入 所以造成你杜鲁道 以少数来当选 到明年的年底之前 我们一定要举行新的大选 杜鲁道 你的政治生命 还不一定能够继续下去 所以现在他们里面 等于是狗咬狗 一嘴猫 是 法新社他们报导了 被印度政府通弃的 席克教分离主义人士 贾尼尔在去年六月呢 在加拿大的文革华 遭到了枪击暗杀 那加国总理杜鲁道 是公开指控 新德利是幕后黑手 涉入其中 但这样的说法 让印度很愤怒 还曾经短暂限缩了对加拿大的核发签证 但一旦涉及到有这个宗教领袖 这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不过加拿大跟印度之间的争端 五眼联盟这边 美国 英国 纽西兰跟澳洲 他们虽然对加拿大 没有做出公开的支持 但是态度跟立场都是比较正面的 就此事件 我想问一下上志哥 你怎么观察的 我们针对这个暗杀 席克教的这个领袖这件事情 有最近的消息是美国方面 FBI的这个局长瑞一 他在10月17号 在刚刚证实了 从美国的部分角度 他们在调查 因为同时暗杀席克教 不只发生在加拿大 也发生在美国加州 在去年6月的时候 美国加州也有席克教的部分领袖 被暗杀 而且有具体的招 抓到那个杀手 而且背后的杀手在捷克 被抓到之后引渡回美国 继续调查之后 发现背后其实是来自于 印度政府的一个情报头子 叫亚达夫 那当然印度政府针对这一点 说亚达夫已经不是我们的官员了 当然撇清关系 所以这个等于是 美国最近等于是有印证这件事情 使得这件事情 我认为更复杂化了 当然现在国际关注的是 从过去这个暗杀层面 那么拉大到一个政治层面 就是发生在加拿大 当然我今天还是讲一下背景 首先加拿大有关 席克教跟印度教 包括印度之间 现在部分这个冲突都知道 主要因为席克教 他们在推动一个部分的运动 其实就是席独 也就是叫独立运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跟现在印度本身的政权当中 长期所在激烈的抗争 但是为什么在加拿大 主要是因为后来 席克教很多流亡 流亡到加拿大 是要知道现在加拿大是这样子 具有两个指标数字 首先现在确实是跟选举有关 因为现在席克教徒 在整个加拿大的人口竟然占了两趴 所以这个比例非常高 除此之外 现在包括加拿大总理 路到他自己 他自己本身的阁员 30个阁员当中 在2015年他就提名了 4个阁员也是席克教的 也就是他个人跟席克教徒 当中的甚至一些领袖的往来 是非常密切的 而甚至在加拿大本身的 民主党里面的党魁 也是席克教的 所以可以知道席克教在加拿大的势力 确实是深深的渗入在整个加拿大的政治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我们想想像一个流亡政府 就一群人 而且在加拿大当中允许在各城市 包括温哥华也都有席克教的 这样子的社区 所以现在这个冲突本身 已经大家在互相的驱逐 应该讲说暂时的驱逐 他们的外交人员 没错 那么这个部分是这样的 要看待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善聊 因为现在印度指责包括加拿大中国 杜鲁道的部分 他觉得他没有证据 当然杜鲁道其实在国际上当中 包括先前在谴责中国也是 他现在当然手上不可能没有证据 可是证据要夺扎实 像刚刚讲 美国就等了很久 一直到前两天 才正式由包括FBI来宣布这件事情 让印度哑口无言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现在最新的变化 会不会使得美国的这个部分调查 支持现在杜鲁道在整件事情上 暗杀 席克教这件事情 确实印度的过错 我想现在国际上当中的这个争议 两国印度跟加拿大 现在已经是在政治上当中 大家有点撕破脸了 经贸各方面其实都受到影响 但是有不可能继续扩大 还要观察一下 就像上次哥讲的 两国已经撕破脸 互相驱逐了对方六名的外交官 不过加拿大这边认为 你来我的地盘搞这个宗教暗杀 那这绝对不能忍 印度当然是否认 也反指着加拿大破坏两国关系 是在讨好境内的这个席克教选民 就是为了选举 那不过杨老师怎么解读 印度跟加拿大目前的矛盾 还有在这个议题上 为什么西方国家 他们都要避免在此分之中选边 这个事情去年六月发生到现在 我觉得加拿大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做调查 而且他指控的这六个人 其实他现在是确认 他们参与到期间 而且尤其是那位在 印度驻加拿大大使馆的那位外交官 曾经做过不同国家的这个大使的 那认为他主旗式 其实这就是印度 大家认为 不管是印度政府还是政党 透过政府的这种遮掩 来去针对海外席克独立运动的 主要的支持者予以暗杀的行为 这是不能忍受的 就像以前台湾发生的江南案 类似的情况 那我觉得加拿大至少还有这个勇气 我这一阵子对加拿大 对杜鲁道其实有一些批判 我觉得他跟着美国的后面 已经搞不清楚方向 但是在这个议题上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内部有77万 席克教的人口 而席克教其实都很有钱 很会做生意 所以呢 也有国内的压力 也是一个事实 他调查了一年 他针对这个事件 开取采取一些动作 那当然 你如果是事实 那如果有内部的压力 你有选举这样的考量 我觉得他采取的东西 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是合理的 但会不会影响到 所谓的这个应家关系 那如果你都派人来我境内去暗杀人 不管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他没有在你境内去搞这种所谓分离 或者是恐怖 或者是任何的革命作为 对不对 那你在我这个境内做这个事情 当然我不能接受 我必须要讲印度 印度根本就是个选举独裁国家 它只是一个选举制度 它不真的叫民主国家 你看看这个莫迪 他迫害席克教 他迫害穆斯林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连美国在莫迪当总理之前 做省长的时候 就认定他迫害 严重危害人权 禁止他入境美国 结果呢 他一旦当了总理 之后 其实他在法律上 在政策上 是变本加厉的去迫害穆斯林 尤其是在那个时候 70年的时候 东巴基斯坦跟西巴基斯坦 就是孟加拉跟巴基斯坦 之间的战争的时候 很多人从孟加拉逃难到印度的时候 取得了这个国籍身份 留在印度 结果他现在允许地方政府 把他给翻盘 不同意他们的这些印度国籍 所以这些东西 美国后来因为制裁 或者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那就不断地捧莫迪 莫迪就在国际上 显现了自己是大国 第三世界 或者是全球南方的领导国家 又是民主大国 然后呢 到处左右逢源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了解 美国也很了解 他其实在内部相当的 这种所谓叫做 印度教民族主义 的运动 非常的深刻 巩固他的这个权力 因此呢 这个席克教这个事情 就把这个潘朵拉盒子给揭开 那你看 加拿大 你本来应该是跟美国后面 对你印度是非常支持 非常捧的嘛 对不对 结果你跑到人家里面去 暗杀了这个席都教 这个席克教的这个领袖人物 我相信 加拿大的这个调查是真的 我支持 加拿大的这个动作 现在双方都驱逐 那西方国家都嘴巴闭起来 为什么 因为觉得 印度是去可以去 牵制中国的力量嘛 是不是 民主国家的这个成员嘛 但他们自己都知道 印度是真民主吗 它是一个选举制度的国家 没有错 但是呢 给予莫迪太多控制 然后呢 独裁的空间 印度以前的一些领导人 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 加拿大跟印度之间的这个矛盾 西方国家 一定要把自己 真正的这个理念 立场要表达清楚 可是我很怀疑 他们会这么做 好 好 观众朋友 对于加拿大 最近 不管是对印度 还是对中国 这一些操作的方式 跟做法 您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留言区 留言跟我们互动 当今这个全球政坛 女力之一的代表 薛恩鲍姆 他赢得了墨西哥大选 也成为末国史上 第一位的女总统 不过现在的总统 罗培兹 欧布拉多 他十月才要进行 这个权力的移交 我们常说 代退的弟兄 就是开无敌 这个立将军 你很了解 那他也不装了 直接来骂美国 这长期在美洲时 是干预主义 这资助 墨西哥的一个 非政府组织 就是来豢扬反对派的阵营 那都说美墨关系 这个邻居 但是相爱相杀了 两百年 那是否会展开 新一轮的外交战 张军 你这边的看法 其实墨西哥有个名言 就是我们离上帝太远了 离美国太近了 就是讲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 其实这个 墨西哥的总统 讲这个话 其实代表就是说 美国一直对 对中南美洲 他一直伸手干预 常被管辖 甚至于牵涉人家的 这种内政跟司法 这是墨西哥来讲的话 主要是司法来讲 美国来讲 发了一个不当的言论 因为司法是人家国家的法律 那你美国的大使 你凭什么去评论 人家司法要怎么改革 怎么个做法 你不能说人家司法改革 是不民主的 你用你的标准 来衡量人家墨西哥 这是美国经常犯的这种错误 可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美国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其实他就是要培养 他自己的势力 现在来讲 我觉得对墨西哥 影响最大的 倒不见得说是 这个大使讲这个话 而是美国在墨西哥 也培养反对的势力 其实美国在各个地方 培养他反对的势力 不是只有墨西哥 当然是墨西哥离他最近 他培养最凶 包括中南美 说各个国家 他都在培养反对势力 我特别另外 再举一个国家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最近缅甸又开始乱起来 缅甸为什么乱起来 因为美国在克星帮 克星帮是亲美的 所以他开始在克星帮那边 也在那边搞事 所以说中国大陆南部战区 这时候也开始动员起来 所以另外来讲的话 不只是墨西哥和中南美洲 今天早上有个最新的消息 红路拉斯也开始 拒绝跟美国停止引渡的条款 为什么 因为美国也对红路拉斯 实施这种内政的干涉 所以我们看出来 美国根本就是把中南美洲 当作他国家的一个后院来看管 那不管里面的资源 或干什么的 那他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办法接受 他是利用培养 他的敌对的势力 就两边 我一直让你在这边吵架打架 你这边的势力起来了 你左派起来了 我就培养你右派 你右派势力起来 我就培养你左派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中南美洲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墨西哥 韦瑞拉 或者是巴西 阿根廷 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国家 都经常在政变 那为什么这些人 有能力政变呢 当然他们民风有关 但是我第二个 我认为就是 美国来讲的话 这个给予 这个敌对的势力来讲 一直给他不停的资助 你要知道 当一个国家来讲 有两个敌对势力来讲的话 那美国刚好是 见缝插针 可以从中获取利益 那这件事情 不只是在中南美洲 我刚刚讲的 除了缅甸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 乌克兰也未尝不是如此 尤其是说中东地区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包括到叙利亚 或者这些国家 都有美军的影子在 也有美国的CIA的 这种影子在其中 所以我觉得 美国他为了能够当 全世界的霸主 他不惜在全世界 培养各个政府的反对势力 让全世界变成这种 混乱的场面 所以这次来讲 我觉得墨西哥 这个总统来讲 他愿意在他卸任之后 把这个大白话讲出来 其实是警告全世界 所有民主国家 都必须当作一个 谨慎处理的态度 是 确实 美国常常对其他国家的内政 去做出一些想法 那展现他们这个大国 我说了算这样的致富 不过呢 这次对墨西哥的司法改革批评 就刚好被罗培兹 欧布拉多可以借题发挥了 就暂停了跟美国 甚至是连他的兄弟之帮 加拿大也一起拉下水 停止了他们这个 驻墨西哥大使的关系 暂时来进行冻结 不过他们说呢 这个冻结关系是针对美加两国 是针对使馆的 不是针对美加两国 那我们怎么看墨西哥的这一手 因为出一些小动作 但是又不跟你真的翻脸 就保持在一个很微妙的尺度跟平和上 委员你觉得 对啊 其实我接着刚才丽将军的评论 丽将军讲得非常正确 就是在历史上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些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是因为 当了美国的小弟而富起来的 哪一个国家是因为 当了美国的小弟之后 一下就可以跃升成为 G7 G8这样的国家的 从来没有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开发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当美国小弟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让美国不断地 予取予求地得到他们的天然资源 让美国壮大 让美国富裕 然后呢 美国又在他们的国内 培养了敌对势力 互相牵制 然后美国不断地对他的内政 指手画脚 所以当A政府不听话 他就让在野势力B政府上台 不管是用选举上台 还是用政变上台 美国在全世界玩的都是同样的把戏 他除了没有对什么日本 加拿大这些 比较先进开发国家 玩这种把戏之外 他哪个国家不是玩这种把戏 台湾难道没有吗 美国政府在过去 这几届台湾的总统大选 你们没有把手伸进来吗 我们服选了这么多届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把手伸进来呢 如果你们手都没有伸进来 那为什么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每一个都要到美国去接受考验呢 这不就是最明显的道理吗 所以今天对墨西哥的总统来说 反正他也没有要选 那在没要选之前 这个之后总可以讲句真话了 而且我更相信 这个墨西哥对美国的容忍 已经到了极限了 不只是墨西哥 为什么中南美洲的国家 现在全部都会 这个由温和左派当选 为什么这些温和左派当选之后 一个一个都选择跟美国告别 因为他们受够了美国 他们就在美国的后院 美国把这些地方 视为自己的这个领土 把他们当作殖民地来做操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墨西哥的这个总统 当然就借着司法改革这个点 然后引爆了他长期来的不满 那当然你说墨西哥 基于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他不会完全扯破这个脸 他不会 但是他今天讲出这样的话 他其实是给美国提个醒 给美国一个警讯 告诉美国不要再这样玩墨西哥了 因为不要忘记 新当选的总统 也是现任总统执政党的候选人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的执政党会继续执政下去 那美国究竟要怎么处理美国关系 那就要看美国 能不能够改变一下 他们长期来 把这些国家都当成是 这种第三世界的 不入流的国家 可以任他们予取予求的国家了 是 好 跟美国这边闹得不是很开心 而墨西哥呢 他们也是乐于 拥抱新的机遇 香港的南华早报 就发布了 墨西哥驻华大使 施雅德 他的专访报导 他表示呢 美国只希望我们跟他合作 但我们很清楚 自己不想这么干 相反的 我们正热切致力 来吸引来自中国的伙伴和投资 显示了美国跟墨西哥 虽然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末方呢 反对美国对周末贸易这边 又要这个指手画脚指指点点 来发号实力 那施雅德的这番话 对中国大陆的喊话 说的是很动听 但他们是真心把中方当作这个政治 跟经济层面的好朋友吗 还是说呢 与中交好 也是用来牵制美国的套路之一 其实这些年其实是这样子 对于墨西哥的投资 前五大国家竟然没有中国 但是呢 中国大陆的这个增长率最高 到去年来到了20% 我说是增长率 那去年前三季的这个 329亿对墨西哥的投资当中呢 大概你也可以知道 其实大概中国的增长率是最高 增长率最高 但是竟然不是像我们想象很多国家 像墨西哥这样子的相波波 对于进入美国市场是非常关键的 感觉起来中国大陆的部分 并没有那么强力的投入 我想原因为什么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也是为什么 施亚德要在北京喊话的原因 因为是这样子 中国大陆的民间企业到墨西哥投资 这20年来其实非常普遍 作为民企来说非常非常普遍 特别是原先民企当中 要透过墨西哥更便宜的人力 大概比上美国只有八分之一的工资 而且墨西哥人 他的这个又年轻 他们的工作状况随心力很强的 可能比很多其他的国家 印度要好很多 所以中国大陆民企都一直很愿意来 所以这些年来 我想这累积从过去一些 很零星的这些贸易 到后来我们看到 您的时代包括像电动车产业 整个都过来 那么都是民企 但是你可别注意到 中国大陆国企对墨西哥的投资 还是比较谨慎的 毫无疑问其实主要还是对墨西哥 因为对于美国跟加拿大 北美地区作为测绘国 他们那个捆绑是 无论政治经济各方面是非常深的 如果从前面所讲的 对于自己墨西哥的内政 还可以说三道四 其实美国跟加拿大 对墨西哥都看起来像小弟 很傲慢的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在评估 是不是要大的产业 去墨西哥投资这一点 国企或国家政策 一直都是保持比较高的谨慎程度 当然我们都知道最近因为这个车企 特别电动车 希望进入美国市场 所以大举的当面投资 包括其实特斯拉最近也宣布 前面也宣布说 他们也要去墨西哥投资 所以墨西哥其实投资 跟制造环境真的是很好 但是真的很害怕 如果你一旦有重投资在那里 美国只要轻易对于特卫国关税 我举个例来说 过去汽车是没有限制的 进出口 墨西哥出口到美国 现在就是说只能260万辆 所以大家抢半天 那么所有部分的 这个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看起来中国还是有所保留 不过我们看到最近南方航空 已经有直飞墨西哥 刚刚开通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说 中末的部分的经贸需求 每天有航班 这点直飞是很不容易的 确实也是中末的 经贸的这个紧密度正在加强中 好 观众朋友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怎么看中国跟墨西哥之后 关系未来的发展 还有你乐见的方向 美中之间其实之前发生的 所谓的间谍气球案 那么最近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案外案 说的就是呢 中国大陆的间谍浮标 是不是出现在这个北极海域 但这个间谍浮标是谁说呢 是加拿大的媒体 在2月22号的时候呢 加拿大的环球邮报特别报导说呢 加拿大的武装部队 他们去年在北极发现了中国制的这个监控浮标 而在24号呢 英国每日电讯报纸跟着报导说 加拿大的官员形容这一类的物体是双重用途科技 但是加拿大媒体报导 他们是间谍用的浮标 就是引述了加拿大的报导 而在2月24号呢 加拿大的外长赵美兰呢 他就特别提到说 中国大陆是一个日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强权 谈到加拿大海上边界内的北极地区的议题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 对于加拿大来说呢 他们的态度就是很清楚的 因为涉及主权 24号同样的 加拿大的防长安乃德呢 他就说这一类的活动并不陌生 表示说已经不是出现第一次了 也暗示呢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啊 从事监控的行动已经有一段时日 而这个监控浮标 根据BBC的报导说呢 中国大陆所使用的是有双重用途的侦查设备 可以用于研究 而且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2022年以来 军方已经阻止外界侦查加拿大领土的企图 我要问的是说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发生第一次了 为什么 在去年 根据加拿大的媒体说呢 去年在北极就发现 他们认为是中国大陆的监控浮标 在气球事件之后 怎么又出现了这个间谍的浮标 这件事情是不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呢 大使 第一个呢 北极又不是加拿大领土 对 北极是无主地啊 而且你今天你就 就一个国家 国际海洋法规定好了 12海里是属于你的主权范围 再往12海里 在外面叫这个 这个叫避林区啊 你可以行使行政权利 对 那就是如此而已啊 24海里以外 你有什么权利 对经济海域 经济海域那是要经济行为啊 可是你 还没谈妥 对啊 中国不承认啊 中国不承认 你经济海域最多 就是这里面的水下的资源 这些鱼你不能随便来补而已啊 这不是在领海内嘛 这也不是来补鱼的 也没有在你的海床底下 开发这些矿产或者说油气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加拿大的立场何在 就是说北极我发现了什么 那人家说北极是你的吗 对不对 那北极又很大 在北极什么地方 那就是说我是觉得 就是说这些西方国家 就是说很多事情 还是要回到这个国际法来讲 对不对 国际法基本上就是说 你既然没有主权 或者说行政权利 或者说经济权益的话 那你对别人在这些公海地方 这些采取的任何作为 或者今天有船只出现 或者有浮标出现 你就认为都是来对你的 我觉得就有一点点 背公舍引 有一点点捞过界 挑在这个时机点 这气球事件才刚落幕 应该算落幕了 就现在又出现这个间谍浮标的事件 我不认为那个地方有什么很大的军事目标 军事目的 军事目的为什么北极 现在有一些北极 说这个其实有一个北极的一些 这些临边国家的组织 是真的很厉害 是真的很厉害 那么从安全角度上来看的话 其实北极是从俄罗斯 从北极要射飞弹 要射到加拿大的距离最近 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较低纬度的 我们要打飞弹 我们不会从北极过去 我们是沿着太平洋过去 可是你今天你看在北极 北极这个冰冒 它两边这边是俄罗斯 这边是加拿大 它从越过北极打击是很快的 所以是北极是有那种军事敏感性 可是最大威胁应该还是俄罗斯吧 那中国只是说过去没有进入到你这个领域而已 那么中国在这个地方过去的活动纪录是零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开始有活动的话 你就把当作一个好像世界大的威胁 那我觉得就有点 怎么讲呢 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 而且一开始不是很清楚的讲吗 这是双重用途科技 对不对 那还是科技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解释成这种 间谍用的浮标 顺着您说的这个双重用途 就是大家讲说是科学研究呢 还是说军事目的 那科研跟军事目的的勤搜要怎么样区分 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对于不同的海域 你能不能实施科学研究 那个定的非常详细 这个第40条第54条第143条 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特别针对了 你在人家领海无碍通过的时候 你经过群岛国的 或者经过了这人家的就是说 那个专属经济海运 哪些是能做 哪些是这个海洋科学研究的 不能做 想得清清楚楚 那对于公海的呢 他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13部分 也就是第238条到265条里头 定的详详细细的 这些都还是天天讲说国际法 你这边要有整本的法条 你讲不出来哪一条 他究竟犯的是哪一条 所以这些都是讲的 迷迷糊糊在那边讲 我们要知道 在于领海之内 你有主权 对于临街区里面 你有主权权利 对于这个专属经济区里头 你只有管辖权 而且公允的来说 如果你要指控 加拿大指控说 中国大陆这个浮标是间谍的 是专门在监测 监控收集情资的 你起码要拿出证据才说嘛 但这凸显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北冰洋 是不是也变成了冰家 必须要去争取之地 就变成一个战略重地呢 BBC最近就有一个专文 就分析说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 对北极表现出兴趣 在过去的20年里呢 向这个地区呢 派了33次 33次派遣高层人物 参与大多数的这个北极机构 扩大了破冰船队 派遣了舰艇呢 到北方来进行科研跟考察 当然呢 这个科研的部分是重点 主要是要研究气候暖化相关的一些议题 那确实 北冰洋 它是一个 现在还没有 这个开发 然后呢 充满着资源的地方 委员觉得北极会不会接下来变成 这些临近的 尤其在北冰洋的周边国家的一个战略重地 中国并不是周边国家 他有参加吉利委员会 对啦 可是他并不是当事国啦 当事国是俄罗斯加拿大美国 挪威为主嘛 对 还有丹麦瑞典芬兰 总共八个国家 所以基本上 中国大陆只能够说 他未来会跟俄罗斯合作嘛 北冰洋航线本来就很重要嘛 那 他当然会做各式各样的科研探测啦 不过我认为这个事件 不是针对北冰洋的争论 应该是加拿大内部政党斗争啦 因为自由党就是现在这个党 他得票大概只有33% 那 保守党是更硬 自然自由党是比较接近民主党 所以我觉得 加拿大的政治状况现在跟美国是完全一样 就保守党高举反中嘛 所以自由党也要表达说我也有在注意 那事实上 就中国大陆的立场他是宁可让自由党当权 因为自由党的力量比较分散 那保守党是集中反中 那可是保守党那个反中的力道就越来越高嘛 他用这个在选举 所以我是觉得 杜鲁道 上次不是在那个G20那个场 习近平对他感到相当的不悦 那时候在私下场面 那这个你去看加拿大媒体 那个时候做了多大的一个新闻嘛 就觉得杜鲁道行被修理 所以他现在要展现出强势 所以我是觉得有这个味道 跟选举有关 这才是这种 跟在党竞争有关 不过因为这个间谍的浮标 那环球邮报 那他们就引述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他就是引述说情报嘛 然后说是这个机密文件 然后说他另外点到了一点 就是北京要试图干预 这在2021年的时候呢 有在干预加拿大的联邦选举 然后他就特别在报道章中点出说 介入这个大选呢 有两个主要的目标 就是第一个希望杜鲁道继续的执政 那倾向是少数政府掌权的情况 这样的话政党会恶斗 这听起来蛮耸动 第二个就是说 要击败反华的保守党的候选人 这个听起来 会不会是加拿大执政党的动员策略 大家外界也在关心这个事情 对这就是牵涉到 他们自己内部的政治斗争 那其实就是说 现在加拿大来讲 像还有这奥纽来讲的话 这个华谊的选民人数 快速增加 其实照欧美这种政治的话 他要争取选票 他就要争取华谊选票 他有时候就会提华谊的候选人 那有一些华谊 事实上在当地好几代了 他也有自己的影响力 他也有参政的权利 那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 第一个这些国家 对于他自己公民 以成为自己公民的华谊 不信任 所以常常传这个是大陆的间谍 这个谁是一个间谍 互相抹黑 这是你加拿大本身的问题 这些华谊 他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族裔背景 你就去怀疑他 他们都是加拿大公民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 他们内部我觉得 基本上还是一种种族的偏见 对于非这个 这个安格萨克森族裔出来参政 他们是抱持一个怀疑的 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说不管是澳洲 现在看到说加拿大 就跟美国一样如出一车 就是说政治人物 尤其到了选举的时候 澳大利亚也是 上次有一个工党被指控 有拿钱 也是华裔去指控 当选举到了时候 不过我是建议在这些国家的华谊 要这个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路径 就是当地的主流族群 会用会来怀疑你 质疑你 那他们一定要撑下去 你要知道你作为这些国家的 这个公民的话 你是不应该被这样歧视 这是纯纯 这个是非常明白的一种歧视作为 其实族裔自己要先团结 自己要团结 不然你一定会被分化 分化 然后最后呢 很可能的下场 就跟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些 华人不准去买每一周的土地 华人不准做什么 华人不准做什么 现在他们这些国家 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 渐渐有一种排华的倾向 已经出来了 那么先从你从政治的层次 先把你清洗出去 所以这个是 这个要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 我想我们观众有很多是 加拿大的华裔的 那甚至全世界 他都在都是其他国家公民 那要确保自己的权益 不要被这个 被人家践踏 歧视了千万不要内斗 美国还有个别州 让台湾移民 自己认定自己是台湾移民 就也因为这些事情层出不穷 你发现说 只要跟选举相关的 现在打抗中牌 似乎是最有效的策略 但是不是如此呢 这也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